行妃 到了 干吗去了 同学打你电话 老师打你电话 我先听你解释 因为 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要被甄别了 然后我就去上海走了一下 我心里让你们担心了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 逃避 你考得好与不好 你 你不面对就能躲过去了 你要真实考最后一名 这是理由吗 你大大方方跟 跟山上老师请假 您不能这样说情非 您不能这样说情非 你们父母把你们交给老师 如果你们安全 有任何的得不到保障 我们怎么负这个责任 他两天没回来 如果 如果你们站在我这个位置 你们怎么想这个事 你们 你们怎么来面对这个事 大老师 我们已经十八岁了 我们是大学生 我觉得老师您可以 以朋友的身份来跟我们交流 大学生 你们是 你知道是大学生 对不对 你现在是在上海戏学院 就要守戏学院的规定 有事请假 不会请假吗 老师 您觉得您是我们的老师 同时是我们的朋友吗 我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有事不 可以先跟我说吗 您没有表现成是我们的朋友 首先 在这个学校里 我们是师生关系 小云老师 莎莎老师 都跟我们是师生关系 但是他们就对我们 无谓不知关来 我知道你们最需要什么 他们是女老师 女老师有女老师跟学生相处的方式 我是男老师 我跟黄老师 有我们跟你们相处的方式 你们跟我们的相处方式 就是师 师生关系 没有朋友关系 是吗 你先告诉我 你来这儿是来交朋友 还是来学东西来的 我相信 很多大学里面的师生关系 都是像朋友一样的